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觉得天气很热 外面太阳那么大 我们背景为什么要弄一个白的灯要那么大 这样人才能照着亮 你看有123正5 6 7 8 9 10 11 12 13 有几颗灯 一直晒 一直晒 人会变黑 如果变黑的话要怎么办 谁要负责 你冷静 你冷静 好不好 你冷静 你冷静 好不好 对不起 我帮你伸伸风 好不好 吹吹凉风 好不好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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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没有 一个人如果太热 或者是天气变化太大的时候 就真的很 就是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我在这边替她的一些比较无厘头举动 向各位致歉 但是大家的社会也说得好 真的是拍你当搞笑人 好不好 来 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 孔玉老师 大家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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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梁老师 欢迎 欢迎 各位好朋友 是退休行指 高仁和高先生 今天有行指 有 娜娜 我态度要好一点 对 你的言行举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吧 要 要不要请高先生请你去泡茶了 我跟你讲 那我会紧张 在五六月的时候 刚好是我们端午节 端午节就是正式转到夏天 天气很热 而且我们经过科学研究 好像五月份开始 刚好是赵医生 他好发的季节 好像有些精神平常比较不太稳业的朋友 最近开始又开始 蠢蠢欲动又开始在好发了 难怪 难道是真的就是天气热 会让人家情绪不好 也导致最近一直很多的命案的连环暴吗 请我们的专家举牌 苦林老师我发现他这个特别喜欢跟大家唱反调 要嘛就举圈 要嘛就举叉 他永远就是举中间的 我没有看别人 因为我们思虑比较周密 你的话是什么 他们俩是周密的意思吗 对 他们学术比较专精 我们这乱七八东西知道太多 所以想得很 这一点我完全肯定你所说的 因为你看到 台语说消头灰 到春天改变季节的时候 事实上是很多人会发作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杀人这件事情 跟热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说五月这么热 就杀那么多人 那到七八月不是要施衡遍野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 社会本身的经济不好 人心浮动不安 你看我们注意看这一些 犯下这些兇产命案的 大多数的不是全部 大部分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有的没有工作的 有的做临时工的 有的事业刚好失败的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 像我们这边在场 我们大家自己有什么 我们会很珍惜这些 他什么都没有 我就自己也只有这个爱情 如果爱情没了 我就什么都没了 那我就跟你拼了 就跟你同归于尽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本身的 这种人心的浮动不安 才是造成这些 还有经济情况的不好 所以梁老师你也赞成吗 我是赞成苦灵的说法 可是我有一个完全从人的身体 来做的回应 你知道天气热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靠近别人 因为每个人体温都很高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在冷的时候 或者是说那个冷的地方 他们的这种杀害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跟体温很有关系 你知道在很热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靠近人 你不会想要抱人 然后我们两个如果吵架的时候 是在一个很冷的空间的时候 这个女生可以有很多 缓和的做法 比如就拉过来说 人家要怎么样 这样子 真的 然后你给他一个抱抱 即便是暂时的全宜之计 你都很容易做到这个 或者故作小鸟依人说 我怎么样 这样子 真的 然后这些 不好意思 我真的 你们俩是很熟还是怎么样 之前有在一起过吗 因为我长这么大 没有看过两个知名的专家 他们就 他们亲密戏演得这么好 没有办法 我是他的恐怖情人 你不知道吗 原来 原来 我们没有开玩笑 我们其实是非常身体的动物 绝对相信我 这个身体主宰了我们很多的状况 比如说我前几天因为太热了 就无厘头的就跟人家吵架 你本人 我本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本人真的吵架了 对 我就跟人家吵架了 所以真的是真的 那我们今天退休刑警高仁何先生 他从理性办案 对 他了解很多犯罪心理学 你认为真的天气一热 就容易想要动歹念杀人吗 不会 这个是一个借口为主 你是打连两个文坛的巨破 因为这样的天气热 然后情绪不好暴躁的话 那泰国杀人最多的 泰国天天都没有 不对 泰国永远恒温的 差不多在那个温度 那我们这里是一下子跳很高的时候 那个整个人会因为热而抓狂 不然就是非洲比台湾还多了 非洲也是一样 不不不 那个都是 恒温的话人习惯了 不不不 恒温的人习惯了那个温度 我们这里是那种跳钥式的包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像我们现在这种天气 像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摄影棚现在里面 大约在28度上 其实来讲 因为我刚刚讲的 现在所有的这一些犯罪嫌疑的 这些就是涉嫌人 不管是凶杀的 还是这些案例 你可以发现有个共同点 是 这些杀人的人 你可以幕后再往回推 他杀人前面 居然都会去看精神科医生 他为什么要去 是先留一个 先留一个后彼 是 他先看了精神科医师要干什么 他跟精神科医师讲 我睡不着 躁遇 然后他真的杀了人之后 到了法院 我也到精神科就证明了 脱逃一死 你看这些人在动手完 把这些人给动手杀死之后 他还有办法那么的冷静 而且你说他照热才杀人 他还有那么冷静 还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陪伴那个尸体 所以我个人觉得 夏天跟这个杀人是没有关系 非常宝贵的意见 非常宝贵的意见 那这么说来 会不会这些犯这些案的人 其实心里有疾病 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请举牌 这次跟刚才的又完全不一样 博云老师你不认同吗 我不认同 因为事实上 我们看到很多杀人的人 大家都说他平常戴人很好 他很孝顺 他很客气 很温和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那种 比较狂暴的人才会犯这种事 其实很多老师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我之前认识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她去交男朋友 她算是比较性感 她去交男朋友 就专门教那种很老实 很老实的就很听她的话 乖乖 她交一个海巡队的 就每个月薪水都交给她 然后她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在吃饭就叫她来付钱 她就真的跑来付钱 但她觉得把这个男的 炸得差不多之后 她就要跑了 她就跑了你知道 所以这个 后来我们真的不敢 跟这个女生一起出去 因为一到东北角 只要看到有穿橘色衣服 大家就赶快躲 因为就怕她拿着枪 我说她如果拿枪来打 不要紧 你打死她就算 把我们一起打死 我们都冤枉 因为她有可能会先打你 因为你长得那么帅 因为真的有知名度 有可能性给你打 所以我觉得很多 我们当然是同情这些被害者 可是我有时候 我们觉得这些被害者 他们的心里 也有一些共同的心理 第一个就是扣谁 他觉得说你很爱我 就耍公主病就对了 你看我半夜要吃什么 就叫她出去买 然后我叫她在外面 等几个小时 她就乖乖等 那个都是非常人 所能做到的事情 可是她就越喜欢 人家她这样对我才表示 她很爱我 就很好 第一 这种心安 那第二个呢 可是当这个男的 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他到底讲应该要赶快 抛开他 可是他已经依赖他了 因为他怕孤单 人家说这年头最大的 女人最大的敌人 就是寂寞的孤单 他孤单他就觉得说 我没有伴侣 有总比没有好 所以他还继续地忍受他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没有警觉心 你看像其中有一个 连他朋友都跟他说 你小心被人家分屍了 他也完全没有做一些 防范的动作 然后就被干掉 所以我觉得 当然不是说 这些女生是错的 但是她们自己本身 自己的心态上 没有防备 这也是很危险 果林老师 我是越来越崇拜他 从他以前的作品 到他现在的言论 以及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身为一个爱情的更生人 真的不是白教的 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 后来讲的话 就切这种重点 你知道吗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在爱情这个领域里 有点像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一个怨 而且他讲得很好 就是说已经对你不好 为什么你离不开 因为你怕孤单 以前我有一个美法师 那么他嫁了一个 那个是真的是很残暴的一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还做一些社会工作 那我们就想要去帮助 这个美法师 因为他每天来上班的时候 这里黑青一块 要不然就被打到那种 真的很残 耳朵听不见 什么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觉得要离开 可是那个 他的老公呢 来威胁说 好啊 威胁我 所以如果你再继续管 放话 那就放话 来威胁说 你在继续管的话 我连你都把你杀掉 而我相信他是会杀掉我 你真的相信 当然真的相信 然后像我这么样 你不知道世界上 有警察这个行业吗 没有用 我跟你讲 没有用 我跟你讲 对不起 我在民处 他在暗处 他随时要来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你知道 他是我的美法师 他们都知道我住在哪里 我的日常的活动 好可怕 然后呢 我真的 我一向是蛮有正义感 而且蛮大胆的 我都不敢管 然后我还要讲一个事情 这个美法师也知道要离开他 可是真的离不开 他要 只要是不随这个男人的意的时候 这个人呢 就拿着刀 去逼他的父母亲 等等等 把所有的人都吓走 我们都真的不敢管 我没有骗你 这个不是说要女生也不见得是 一定是那么不理性的 而是真的不敢离开 那最后他们怎样啊 最后就继续被打 还好这个人 是到现在 到后来我不知道 可是被打了很多年都无解 然后什么那种限制令 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除非是非常有保护 连欧美那种国家都做不到 所以根本他就是给他打 然后呢 后来我们很抱歉的都觉得说 最后还好没有被杀掉 我跟你讲 那个是真的是恐怖情人 到这种地步 就是说 持续地被暴力对待 而不是被杀掉 这一种压力 我觉得有的时候 比恐怖情人更恐怖 就比方说 我之前 不要讲我好了 就是我知道在某个人 在某个国家 他的现任可能很暴力 可能在警察前面 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是被打到整个流血头 让人家要封几针 满身是血 你知道警察在前面直接说 家事回去自己处理解决 对 你想效用 对 没有没有 我只猜次而已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很无奈 那那个时候要去解决 真的是 我觉得一般女生很害怕 那我就宁愿先保命 就是先过平安 过这一关再说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旁边的人 真的要一直去关境 跟找一个对的方法 来去把他救出来 那这点我就要请问一下 高人和高一些事 对 这个中国俗宴讲 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句话其实是很难解的一句话 那你是清官 你也是警务人员 那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这些恐怖情人 他都有个精神不稳定的特质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而且我刚刚补一下李老师 他讲的这个话 我们台湾的一个保护令 这个很夸张 现在是比较还好一点 以前的保护令 怎么样取得这张保护令 你要被打三次 要有三张验伤单 这是18同仁的概念 不是 好像7-11 你几点送娃娃 真的 你要被拒三次 几满三张 才送你一张保护令 而这个保护令有什么作用 没有作用 它是你自己心理安慰的保护令 没错 他限制你100公尺 200公尺 他现在突然到你旁边 你都没有办法整理 他打电话报警说 他靠近了我也不会被抓走 就算真正的 我们台湾的法律现实上 是这样子的 我们台湾目前的法律 已经就像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就像老公跑掉的不离婚了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我要问你 你是不是最近有 老公离婚 老公跑掉不离婚 这什么意思 有名无实 你有听过 她也知道她是个坏男 她觉得 那种会打第一次 就永远会继续失败 然后这种 这样的控制欲的 你没有办法自己 她的时候 她只会越来越强的 对 很可怕 老公跑掉不离婚 这什么意思 有名无实 所以台湾现在很多东西 很多法律上的东西 它是有这个名称在 但是无法落实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 因为如果说李洋申请保护令 不让苦林老师靠近她 是 你帮她先过来吧 苦林靠近她旁边 那现在她也通知警察 你现在你是警务人员 到现在你要怎么处理 先把她 那个我们苦林老师 先带回 两兆都带回去分局 然后隔离 隔离完之后 把苦林老师寒送 或者是 寒泪相送的意思吗 我们就是 信寒的寒送 寒送 信寒的寒 就是把她寒送到地检署去 那如果说她已经有暴力 已经有危害到的 我们那个李老师的部分 当然说随便就移送了 但移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罚钱 对啊 就是罚钱 没有用的 那如果说 在你到之前苦林跑了 那 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你是无对证 而且更可怕的是 在他到之前 我已经把他杀了 杀了 对我刚刚正要 没有用 没有用 那只是一张 我们讲实在 虽然讲实在很不礼貌 那只是一张废纸 没错 虽然听起来有点沮丧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给我们这个 所有的警务人员 还是要有一个鼓励 因为毕竟他还是保护我们的 一个正义的防线 那在这边我特别请教一下 高先生 高新颖 根据我自己粗略的 就是报章杂志上面都有讲 然后我们的职务单位去查了 5月份发生了蛮多的命案 对 好像统计大概发生了13件 最可怕的其中有7件 是属于情杀案的 7件超过一半 50%以上 对 就是情杀案 你办案这么多年 接触过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 你对于为什么 情杀案它的比例会这么高 你有什么看法 你有没有发现 这7件的情杀案 死者是男性还女性 都是男的杀女的 对 那为什么不是女生杀男生 对 为什么 力气不够大 体力上根本没这个能力 不是 不是 就是因为这一些暴力男子渣男 平常都是吃定这些女子 那吃定这些女子的 就是说 这些女生的观念 和以前 二三十年前的女生的道德观念 是不一样的 是 二三十年前你交往一个女生 你要从一壘 二壘 你会跟他讲你今天到几壘 循序渐进 对 到了权内打 要多久的时间 对 现在的女生 你一天都红不浪了 你今天认识晚上可能就红不浪了 你干嘛看我 所以 这太快了 所以这个女生一头再入 根本就不晓得对方是到底的背景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啊 但是你不晓得的状态下 可能被他的外貌协会给吸引了啊 或者是给他的表面上的一些 我们讲说他的物质上给吸引了 那这些年轻的女生 一被他吸进去之后呢 有两样跑不掉 第一个什么跑不掉呢 因为发现说这个男人会冻书 那冻书之后这个女人一跑 怕被他宰了 生命危险 会害怕不敢跑 那第二个不敢跑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不只怕说我如果个人被你杀了 没关系 我怕我的家人都被你杀了 所以他顾及到他的家人 不敢跑 那这些男人就是吃点了这些女生的弱点 吃你狗狗 软头勤滚 真的是 所以这个男生 其实我奉劝各位 谈恋爱的这些热恋的女孩子们 只要你的男朋友 只要肢体语言 我说暴力 也让我们口角那就算 肢体语言 所谓肢体语言就是有动手 动手哦 一推你耐伤 你就一定要报案 对 这甚至为了自保 不是说什么爱不爱的问题 这是要不要命的问题 对 因为这些会打人的男人 他们也很会爱人 也就是说他今天打完你之后 他又跟你痛哭流气 忏悔 然后又对你好得要命 所以有很多女生就觉得 可是他对我很好 他虽然是会打我 可是他对我好的时候很好 所以那个好好像又帮他弥补了一下 就让他可以继续自欺欺的说 对啊 打两下没关系 反正他是对我很好 对 打两下没关系 我们弃过一个案例 最恐怖的是 把这个女人救出来 然后让她有一个基本的工作 可以活下来住 此类的 然后也把她的外表也修复得差不多好一点 她自己回去 心甘情愿地回去 心甘情愿地回去 理由是说她放不下她的小孩 那么可是我们更觉得 就是刚刚苦琳讲的 他们缺乏那种心理的独立自主的这一种认知 所以她觉得有一个男人可以依赖 虽然她打我 可是呢 那个依赖的心理只要不出去的话 她还是回去的 这个我们警察局有个案例 这个是一个嘉义的民女中 但是她的老公是混混 完全就是没有念什么书 中处生 切头啊 切头啊 对 然后你知道她娶了这个嘉义的女中 18岁都娶了她 娶了她之后 帮她生了小孩之后 因为她想要得到她遗传的基因好 那后来这个女生每天 她的手伸出来 就那个香烟的烟巴 就烫她的手 烫她的手背 烫她的脸 烫她肚子 一千多个 你说的是电影还是实在的 实际的 是嘉义的 然后她嫁到台南去 她手上身体肚子 总是一千多个烟巴 那烟巴就算了 这已经干掉了 结痂之后拔掉 她手伸出来她就知道要挡烟巴 然后后来之后是因为怎么样 她是因为她老公拿那个针 绑在那个免洗块上面 在她脸上刺青 她是说我是贱女人 就刺在嘴巴 胸部 那刺完之后 她出门都要永远戴个口罩 那这个女的是不是 已经受不了了 对不对 不敢跑 为什么不敢跑 她老公每天拿着枪对着她 后来她受不了 还是跑了 那跑了之后 她老公真的跑到她娘家去 把她爸爸开枪 那开枪之后 后来她已经离了婚 这个先生又把这个太太 带出来 带到屏东去 那没办法 这女的还替她这个求情 替她老公求情 求警方说不要 不要开枪打死她这个先生 所以我说这个女生很多很奇怪 她已经被淋虐到这样子 一千多个烟巴 那整个脸上被磕了好几十个字 跟她钢板那样 人肉钢板 可是她居然不走 不走她还觉得 她有办法感动这个男生 她有一天会回头 但是很多男生就常常 很多在讲这一句话 她有公狗理论 人家说公狗理论 这只跟她小狗 我先不听人家说 我第一次听你说 就是说这只小狗公狗 她有她的地区区域性 那她区域性 她这个区域里面 只要是她的东西 别的狗不能进来 别的狗进来 她这个电线感尿尿一次 她就把那尿尿再尿回去 只要她的东西 别人不准有 她得不到的 她所有的东西 就算她不要 她不愿意给别人得到 也不愿意给别人 对 所以宁可毁了她 她都不愿意给她的女朋友 给别人 那个公狗理论 你有听过 圣母情结 圣母情结也没有 今天你们讲得多好深 我今天还觉得 真是自己的不知海虫 很多女生她就碰到 明明大家讲 这个男人是个坏男 她也知道她是个坏男 她觉得 我可以把她变好 也很多是这种心态 所以明知她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 她说她觉得 我的爱情可以把她变好 太高估爱情的力量 那我们来看一看 恐怖情人特征有哪些 我们来先从第一条看一下 对 大家也就是看了之后 看看图板 想想自己 周围的朋友好不好 周围的朋友 来 第一条是什么 强烈的控制欲 我知道有控制欲强的 真的是有暴力现象 它是怎么控制 就比方说到了一个餐厅 你就比方说这是墙 就是有这样的座位 你要坐哪里 我带你去 比如说你是我女朋友 就比方说我坐在这样子 回去就被打 为什么 她说你为什么要面对外面 是要给别人看你有多漂亮吗 你要勾引别人吗 我背对别人 然后你要在那边勾引别人吗 所以永远一定要选面壁的 就是我认识某个女士 她就是这样子就一直能面壁 然后刚开始不知道交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很好了 到外面吃饭 一直面对外面回去被打 我碰过一个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的 也是被打 为什么 她的男朋友说你为什么不能去找女店员 是有事吗 真的 但真的 那个女生男女朋友 男生骑摩托车在外面 女生进去买东西 然后里面的店员是男生 出来就被护耳光 这个有病吧 当然是 就是有病 就是有病 我是一个女生她男朋友 经常带她去吃buffet 我男朋友在我到那边去 就是你坐着 我去帮你拿菜 来 你爱吃这个 你爱吃这个我都知道 她说没有 我不要吃这个 不对 你爱吃的 把它吃完 这总要管 连点菜都不让你吃饮 那这样综合你们三个 这三个其实有个特征 那这个女生都没有办法 去自主 去离开吗 包括你的朋友圈 谁跟谁 然后要出门跟谁 还要得到同意 就是其实我爸也是属于这种 这种比较 情绪上比较难控制的人 你亲生爸爸 我亲生爸爸 所以我们出门没有他同意 只要他发现 我们一定会来被打 我们是打 你有被打过吗 当然啦 家常饭 家常便饭 对 然后我们打电话 以前的电话只有家里电话 我们是被锁 你应该没有看过电话 有 上个锁 对 然后电话 每个月可以跟电信行 就是问你到底 上单 拨打了多少电话 明细 然后分钟都有描述 所以我们旁边 电话旁边一定有一个本 我们是干嘛呢 比方今天有电话来 我们不能打出去 打电话讲 我要开始先看时间 12点02分 然后开始讲 结束12点05分 然后谁打电话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爸会对 好 三分钟 你写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三分钟 就是不可能 就是比方说 讲30分钟说 对话内容讲午餐 不可能 这个一定是有鬼 然后就开始询问 这样是吗 你当警察吧 这我像我马祖当兵的 男官 女士官 我觉得最恐怖的 这些女生 这样子被控制的 早期的时候 还觉得这个是一个 爱的表现 对 因为她那么爱我 所以她才要追踪 我的一举一动 因为她这么爱我 所以我就容忍一点吧 可是这个事情 跟爱打是一样的 那种会打第一次 就永远会继续施暴 我原先说每次失恋 我都以为我会死 对 我知道 我活不下去了 我都没有她 结果你看到 结果都没死了 真的 都是签说 我死给你看 但是真的有勇气死吗 没有 只要我不敢死 那就让你死 要跟对方谈分手的时候 有一个警察局里面 会打第一次 就永远会继续施暴 对 没错 然后这种 这样的控制欲的 你没有办法制止她的时候 她只会越来越强的控制欲 很可怕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第二项的特征是哪些 爱情是唯一 这是什么 我们解释一下奴隆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爱情是唯一 爱情是我们人生里 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全部 是 就是说爱情 它其实应该当作一种补品 就是说我自己健康快乐 过得很好 然后我现在有了爱情 我更健康更快乐 过得更好 这是好的爱情 可是有些也是她自己不好 我孤单寂寞冷 我难过 我觉得自己一无四处 然后来了一个爱情 哇 我忽然好起来 怎么有人做我这么好 我是不是很棒 我是不是很了不起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 沉溺在其中了 上瘾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 她就活不了 因此她就变成毒品 从毒品变成了毒品 所以大家都一样 你只能把爱情当作补品 千万不要把爱情当毒品 那你就会上瘾 然后这毒品就会害死你 而且我有遇过很可怕的 就是有一个是男生 他有跟我讲 这个男女我都认识 女生很漂亮 是一个韩国人 然后当时他们交往 然后我觉得很祝福 但之后就分手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那个朋友 你之前那个好正很漂亮的女生 朋友到底怎么了 她说分手 而且她说真的很可怕 她说当时要提分手 因为他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那女生就是那种 那个男朋友就是他的天 他的地 所有 之后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超幸运的 然后那个男的最后要提出分手 那个女生是一直拿他的命 说我会这样 对 然后最后 我那个朋友说她真的是跳楼 我都被她一把抓住了 她真的要往下跳 对 然后她说那个最后 她反正就是弄得很麻烦很复杂 最后就是 最后是就有成功就是分手 但是那个过程真的太可怕 因为那女生一直觉得 对方就是我的唯一 就我的爱情是我的唯一 然后也为了这个男生 基本上就是 他不太就是接戏这样 我以前写那个专栏的时候 我们自己做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因为那个 女生打电话来 报社说 我一定要见到李杨 否则的话 我就怎么样 那个报社翻天覆地的找我 然后后来原来是怎么样 这个女孩子 有那种习惯性的割碗 然后她威胁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跟她在一起 那可怜的医生 她动不动 如果觉得那医生不够爱她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就割碗 好 割碗 私下对那个医生没有产生 多次了 而且没有死掉 那医生也有一点疲了 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在乎她的时候 她就开始打电话 到报社找我 她觉得把她闹大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会更担心 最后的时候 我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 我觉得她非常可怜 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应该叫你的同行 那个心理医生来介入 来辅导 真的割碗 而且最后她行不通的时候 就想要把她放到媒体上 工作也是 对 我自己处理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最近有两件命案 比较跟刚刚这个爱情 是唯一的有点类似 有一件是一个 17直播的一个直播主 直播主被捅了 对 直播主被捅了四刀 那那个男生本来是跟这个直播主 同居住在一起 同居住在一起的时候 这男生本身这个渣男 他本身没工作 那没工作之后 他住在这个女生的房子里的时候 趁这个女生去上班的时候 他还带小姐回到这个女生的住处 去做性交易 那所以这个男生 跟他分手的时候 分手一年多了 那一天他准备了同军绳交代跟刀子 这是预谋吧 肯定就是预谋 可是他居然讲说 他是准备这些东西要自杀的 所以我说这些人为什么 他带了同军绳 带了刀子 带了胶带 到了女生那边说 你不跟我复合 我要死给你看 胡说八道 现在这些男生 有这些状况的这些人 其实这个只是我刚刚讲说 统事到这个 那在前几天不是更一个更夸张的 分屍案 那个分屍案 那个更夸张更离谱 那两个都是 一个是高学历的 一个是高学历的 国外回来的 那个女生 还是在一个美商工作 刚出入社会没多久 才二十几岁 被一个健身教练 然后你看 在他自己的住宿里面 剁了十六块 再来你看 他现在 第一个 他的头发不见了 那再来第二个 他的父亲母亲 在电梯里面 帮他来搬了那些行李 所以很多这些恐怖情人 这些男生 后面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是什么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就是这些渣男的一个后盾 因为我不相信说这些杀人 这些年轻的犯罪者 当他杀死了这个女生的时候 我不相信他没有通知他爸爸妈妈 说我干了什么坏事 一定有 所以我个人判断的 所以这些人 他唯一最大的出所在哪里 从家庭教育就不对了 没错 那家庭教育不对 再到外面的社会教育 在他自己的观念偏差 所以当然很多人他就以为 他自以为是爱情是什么唯一 他自己讲实在 我们现在很多 现在的东西 网路太方便了 没错 没错 我觉得完全赞成高先生讲 当有很多大问题 我们改变不了的时候 比如说教育问题 教养问题 我们改变不了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保护自己 OK 我很高兴我跟李洋老师 终于有意见相合的时候 真的 我好怕他又重演青年 我四个月要找人玩家 来看一下第三条 先看一下第三条 不好意思 这个就很明显恐怖情人 暴力情像 这个是一定 我在你侦办这么多案件里面 恐怖情人 通常都会有暴力情像吗 第一个 动不动就要打人 不是 第一个我们侦办的所有 来申请保护力 因为我曾经当过家暴官 是 所以来申请保护力 我们会跟这个女生聊 他交往的过程 几乎每一个男生 这些恐怖情人暴力 百分之百就是 特别比一些单纯的男生 特别的殷勤 而且特别的温柔 而且特别特别的听话 因为还没到手 那还没到手之前 到手之后就不一样 马上反过来 立马就反过来了 本来是你叫我去买什么东西 我在楼下等你四个小时 都可以 但是你知道 跟这个男生交往之后 他觉得你是我女朋友的时候 四分钟 四秒钟我就揍你了 四分钟 开始会有怎么样 开始会有言语上的大小声 大小声之后 开始会有三字经 五言绝句 再来会有摔东西 再有时候自己自残 头回去撞墙壁 撞给你看 自残 撞给你看 你还不理我 不自残 我就动手打你了 胡耳光推 拳打 刀蟹就来了 这是一个循环的 所以 不是说他暴力一开始 你认识他 马上他就一刀同死你 不是 他就是女生一直容忍 容忍 容忍到后面就说 这没什么 但你一爆发的时候 已经不是没什么 是什么都没了 不过以前我的很早期 我们在辅导这些个案的时候 那个要走到那么样的恶类的暴力 比较需要时间 而且有一个过程 现在是时间可能很短 像那个女孩子被杀了内脏 据说被吃掉的 被分成16块那个 才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进展到这样 这个才是最恐怖的 同时都没有人提到一个事情 我觉得值得在这里提出来的 就是那个杀人的男生居然把那个尸块 去埋在社区的什么样的花园里 表示他的那个基本的 面对现实的能力薄落到几点 以前杀人的时候都要毁尸媚姬 对不对 他们要载到一个什么乡下小路 然后再把尸体丢包 或者是以前的杀人要用网水 把那个尸体给融化掉 清华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案子吗 那么以前的人都还会害怕说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样 所以这恐怖情人都要去 很复杂的处理这些事情 只有这一个非常特别 我觉得这个男人很特别 他完全撕掉了那种现实的真实感 我觉得真的跟网路的虚拟的 一旦很有关系 他居然埋在最容易被找到的 也是他觉得最容易埋的地方 就是整个社区的花团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 这个严重了 昆老师你有听过类似的这样的经验 爱情没那么伟大 我年线都每次失恋 我都以为我会死 对 对啊 活不下去 我都没有他 结果你看 结果都没死了 没那么严重 真的 爱情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伟大 以死相逼 你不让你死死看 其实没有 但是这个东西 大家对死亡是会害怕的 是 所以它变成一个手段 但是你要想到 通常都是先说我死给你看 但是真的有勇气死吗 没有 既然我不敢死 那就让你死 所以说这种事情 遇到的时候 甚至也是很难解决 很难解决 所以最好就从根本开始做 其实刚开始 当然我们不是说 你一定要去把他的身家调查 但是你至少知道 对方是谁 来龙去脉 他的工作正不正当 他过去有没有一些不好的背景 像在日本 如果你们两个人要结婚 真信社会有生意 是 就是父母亲会请真信社去调查 去调查 其实是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网路上的人很多 这种生命都是假的 假的 那你今天要跟他在一起 虽然你不一定跟他结婚 你跟他同居什么的 其实你也需要 就算花一笔钱好了 去查查看他的背景 搞不好他这个通缉犯 苦灵啊 还没有查出来的时候 就被杀掉了 两三个月就可以了吧 所以说我就讲 千万不要轻易地在一起 我们 不要事后难过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要看他有没有不良的药物 或者是习惯成瘍 是啊 你有没有吸毒 对 那个太恐怖了 你有没有酗酒的倾向 是 或者说你有没有讲白了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很严重的 一个赌博的一个倾向 因为有的时候金钱上的匮乏 或者是药物上面的匮乏 多样子一个人疯掉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我们的第五条 对 烟酒冰牢 酗酒的它的暴力形象 是所有的 我们讲烟酒冰牢 里面是最严重的一个 是 因为你酒后的一些暴力形象 你根本 其实你说你不知道 空白是骗人的 真正有喝过酒大家知道 你喝空白就摊在那边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当你还站得起来 那你撒那 你根本就不是空白的 而你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你是撞了你的胆 提了你的胆子 酒后还有三分型 一定酒算三分型 就是假笑 假笑 真的是假笑 刚刚列决这五个恐怖情人特征 当然这不是唯一 那今天三位难得来到节目 想请教一下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 自己的秘方来判断 对方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的情人 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经验 所有只要是 因为我也带过少年警察队 也带过刑警察队 带过很多单位 那看到的很多 比如说是我们所谓的 比较特种行业的女生 还有学校的老师 学校女生都接触过 但是她们唯一共同的弱点就是感情 那这个感情 对这些所有的女性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灶门 那可是她们碰到这感情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九不会讲 要分手 是因为不好意思还是怎么样 不是 第一个不好意思 第二个不敢讲 那她就算让她的闺蜜知道了 她的闺蜜也帮不了她 而且甚至于她的闺蜜 都会帮她保守秘密 到我的警察局知道 都已经是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会建议很多 就是在吵架的这些群里面 我建议很中心的建议 你要跟对方谈分手的时候 你约在警察局里面 可能会有小问题 所有的女生都自己 以为她自己很聪明 会懂得用分手 淡淡的跟这个男生来疏远 但是男生想的不是这样子 男生当下那一刹那 可能会揪住你 可能那一秒钟 就是要你的命 需要不知道是最好 但是万一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破釜成终 你就要 你就要 甚至你要改变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刚才有这么小的人 你的名字也没有了 你的名字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不是这样子 男生当下那一刹那 可能会揪住你 可能那一秒钟 就是要你的命 当下就会是非常决定性的关键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地 顺从那个男生 是 讲的任何一句话 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因为你毕竟是他女朋友 那么久了 你差不了那一次了 先脱身 先保命再说 对 开始的时候 不要让对方 在你还没有确定 这人是不是恐怖情人的时候 把你的整个身家性命 全部都封锁掉 就你一个对他一个 那么这个好处是怎么样 他就不会用拿刀要去 或者是去拿枪去杀你爸爸妈妈 或者什么谁谁谁 来威胁你 网络现在的这种 什么一两天就认识就上床 像刚刚我们的警察说的 这个的话绝对要先做好自保 自保就是怎么样 切断所有的联系 到你先到你为止 以后等到确定论及婚嫁 可以交往的时候 要带到家里去给爸妈妈看 再去 绝对不要一开始 把所有的线索都暴露在他面前 那我们刚刚以上说的 都是怎么样去保护先 就是还没认识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现在可能有观众 在看这个我们节目 发现他现在就是在这个 处于这个状况 碰到恐怖情人 那他们要处理分手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要怎么分手 报警 为什么呢 报警的最大的好处 这个男生 是叫你去报警察 不是把他报警 报警 对 打110报警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这些渣男 他是对自己旁边的周遭的人 周遭的人 他会有这些暴力形象 而他面对外面的人 是像孙子 这些人不敢 所以你报了警之后 让警察知道 你这个渣男男朋友 他的真实的身份 年纪 所有的个资之后 这个男生就想要再打你一下 都会考虑一下 他心里面会有忌惮 因为他已经在警察脑海中有印象 对 有留到记录了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防御 要分手的话 去警察局 对方是不肯去的 那我是建议去那种素食 24小时的素食店 因为那种地方 灯光明亮 人来人往 你说是最近有个广告 他比较难说稍微 就对你有粗暴的举止 而且更大的好处 就是说那种地方 一点气氛都没有 你千万不要说 最后一次要分手 去找一个很有情调 很浪漫的咖啡厅 对方温言软语两句 你又回头了 所以最好是找这样的地方 或者旅馆 那资料不知道 刚刚李昂老师讲的 资料不知道是最好 但是万一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破釜成舟 你就要换电话号码 你就要换你住的地方 甚至你要改名 搬走 搬走 因为你的名字 你搬走然后你要改名 对 因为你的名字 刚才有这么小的人 你全去改改 你的名字也不太好 也有意思 对啊 整个他靠着名字 就去找到你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 因为像我逍遥 我就常讲的一句话 虽然就是你妈妈 对 她面临了一些 就是这种的问题 就是在当下 你真的不要激怒对方 因为脾气不好 你也会跟着生气 你什么都需要好好先说好 然后找到一个对的时机去脱身 是 像因为碰到这种恐怖情人 她真的需要时间去放下 就像我爸爸的那个 第二个老婆她也是被打 她是怎么样 你爸爸有很多太太吗 有 我知道的四个 我妈是第三个这样子 但当时她是对方都不知道结婚的 那第二个老婆她是怎么样逃脱 她是真的换了名字 搬去一个小地方躲了两年 我爸放下 遇到我妈之后她才放下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也曾经就是改过名字去小岛 但我们不能出国 因为有一些原因 我们无法逃离 是 所以我们也是避了六个月 但我爸有找到我们 所以他可能气还没消 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当下的人 我妈一直在说 就是不要让对方生气 尽量让他心情好 他有什么兴趣 像那时候我爸突然喜欢唱歌 就让他唱歌 一直鼓励鼓他 让他开心 然后再找到对的时机 碰到对的人就赶快逃生 但在这个之前 真的要去让对方 不要那么激怒对方 没错 在这个谈恋爱之前 虽然我们已经 苦口婆心讲了很多次 一定要睁开双眼 睁开双眼 但是证明 遇到爱情的时候 人通常难免会盲目 但是我们只要求是 你有的时候稍微清醒一点 因为恐怖情人所可能付错代价 那是你想象不到的 对 珍惜生命远离恐怖情人 对 然后我也在这边呼吁大家 其实所谓的那种家暴 非常地 我觉得一定要很重视 一定要很重视看待 所以你们碰到这种问题 你们可以打110或113 110是警察 113是妇 关怀妇佑的 对 然后你们可以打电话 请他们帮忙 可能警察有一些生疏的话 可以打113 然后在这边 那你如果有任何问题 然后真的可以看我们《名侦探女王》 我们讨论的事情 可能也可以帮助到你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到我们 《名侦探女王》的粉丝页按赞 然后多多分享 可以得到很多的就是好的讯息 是 好的 再次感谢各位 今天力量我们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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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没问题 我没问题 谢谢 欢迎收看主神来下班 正在那里马上来 今天我们来开跑的真相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真相厉害了 什么 那就是运动员是不是只能够吃 鸡肉 真的很多人都会见真相吃鸡肉 像我以前呢 就是因为听过这种减肥法 我真的没见过 你有练过健身吗 有啊 你最主要练哪里 服务 但是大概大概15年前 对练腹肌看得出来好吗 腹肌 腹肌 你开始我要先恭喜一下宇杰 好像觉得她洗尸镜了 听说她怀孕了 那大家也不确定是真的 那我们看看侧面 看看到底有没有怀孕好不好 好像有 三个月内 三个月内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跟任务苦难言 我跟你当一个女人 前途后翘的时候 穿娃娃装很容易 被人为是孕妇 所以我是因为身材太好 有的时候自己 还是要该检讨一下 好啊 欢迎你一起加入运动健身 这行业 对 我跟你讲 之前我真的跟鸡肉妈妈一样 就是身材是那种油油 她是鸡肉妈妈 不是鸡肉妈妈 她是猪肉妈妈 她不是鸡肉 对 我只是想是鸡肉 鸡肉妈妈是菜市场里面 有很多鸡肉 所以我们卖鸡肉妈妈 猪肉伯伯 牛肉大叔 都是传统菜市场才有的 鸡肉妈妈 是 我说对 但是因为我一直吃鸡胸肉 我的时候会很腻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 发明一个减肥法 其实健身的人 最怕自己乱发明食谱 常常会不知道如何收拾 你知道吗 对 我就是有点难收拾了 因为他们说 吃鸡肉不要配淀粉 是 要吃菜的话就配淀粉 我想说我不想吃肉了 我就 就是我就发明了一个 就是配菜跟饭 但是因为菜跟饭 有点感觉没什么味道 我就会自己加料 那个料 没奶汁 奶油 薯片 薯片 薯片吗 所以这个发肠是超好吃 但我跟你讲 一个月下来 我真的胖了不少 所以不能随便减肥的 所以没关系 其实健身也好 或是运动也好 我们一定要来诉求专家 因为专家 其实不光是一位健身教练 我们也包括了营养师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超级厨师 刚开始介绍我最好的朋友 来 吴秉承 吴师傅 大家好 吴师傅 吴师傅 其实是这个型男主厨界里面 早见个有练健身的 吴师傅有在练 而且她是更少见的说有练 但是看不出来的 对 没什么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杨春华 杨盈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 筋肉妈妈 大家好 一开始呢 这个开宗明姨直接问 好不好 我们直接问我们营养师 营养师真的很帅 结婚了没有 还没 那我需要呢 是离婚了吗 没有 营养师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 一些运动员 健身的人 他的食谱 永远就是 鸡肉 鸡肉 鸡胸肉 难道说他们真的只能吃鸡胸肉吗 其实在肉品的选择 还是要多样化比较好 那肌肉有它的好处 我们为什么会很常见鸡胸肉 就是第一 它是非常低脂的 它100克里面的脂肪可能只有一克 非常的低 100克 那只有一克脂肪 对 非常低 有的甚至是150克只有1.5克而已 很低的脂肪 所以一定要去皮 对不对 去皮了之后 只有那个纯鸡胸肉的部分 是这么的低 对 那如果是一般在想说要健身 想要赶快减脂肪的人 大家都会很追求说 我尽量是不要有任何脂肪的 食物在里面 所以鸡胸肉就变成说 很直观的就会想到 我想要取用它 那可能有一些像鱼肉或是虾 它也是非常低脂 可是比较少 但是比较贵 但是比较贵 没错 比较贵 然后在新鲜的保存度上面的话 也会风险度上相较于鸡肉 是稍微高一些 所以在隔尔方面的取舍之下 大家就觉得鸡胸肉 就是集合了很多的优点 那如果我真的想不到 我就直接选鸡胸肉 那如果鸡腿去皮跟鸡胸肉 真的有 可以吗 还是有差 还是有差 因为在肉跟肉之间的组之间 还是会有那个油分 不要因为说 今天的营养师是个男的帅哥 特别来宾 就是一直问一些 其实我们本来 基本上没有的问题 我接下来就要问鸡胸肉 因为我真的 鸡胸肉我觉得太干了 到时候我想要鸡腿 那我想鸡胸肉 你也常吃鸡肉吗 因为你身材那么好 我看过非常多 尤其是女性的运动人 她为了追求就是急速的瘦身 然后她又水煮又鸡胸肉 然后她完全没有脂肪的摄取 到后来她就荷尔蒙斯很停筋了 停筋了 会停筋的 会这么严重的问题 不射取脂肪是会有问题的 那这个真的不容小觑 因为停筋对我们男人来讲 可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遥不可及 但是对于女生来讲 这是一个里程碑的象征 如果说你看自然的就停筋的话 对 那就正式会变成就是一个 欧巴桑的一个行列 所以真的很可怕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没有 就跟你主持我说 不自觉被你吸引 被你的身材给吸引过 对 我也知道 那今天这集很明显 因为我们是为了王宇杰 来量身打造的这个一集 让我瘦身 但要是再请问一下 鸡胸肉可以搭配 什么样的食物吃 我不能说每餐 就光吃鸡胸肉吧 是啊 那可以搭配什么东西吃 总要有点选择跟变化 如果是有在运动健身的人 是 对 我们希望可能 要让自己的运动能力 越来越好 或是瘦身 或是要健康 或是长肌肉的话 我们非常建议是说 您在运动之后 一定像这个鸡胸肉 它是蛋白质 还要再配淀粉的食物 所以是可以配淀粉吃的 是 是可以配的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吃 是非常好的时间 那我们刚运动完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血流 那是往肌肉那边 还留在那里 那趁这个时间赶快吃 有蛋白质像是鸡胸肉 那淀粉的食物 像是我们常见的米饭 土司 米饭也可以 对 米饭也可以吃 好好 地瓜 马铃薯这些 对 把它就是一起吃下去 那在我们身体 其实刚刚在做运动 它是一个对我们身体 在创造一个损伤 所以你的身体 其实是受损的状况 是 我们需要赶快休息恢复 所以这些营养下去之后 它会让我们身体有个激素 叫胰岛素 大量分泌出来 那帮助我们身体去做修复 而且刚刚吃的东西 它会往肌肉送 所以会储存成 像我们的一个 能量的预备用的干糖 而不会去存到脂肪里面 让你变胖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吃的时间点 然后要帮助你在运动后的恢复 所以这两个搭配是运动后 我们一直在跟很多的电视系观众朋友 就是说 运动后不要只有吃肉 吃鸡胸肉 或是只有吃某某个单一的食物 其实要这样搭配才会有效 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 对 我真的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营养师要不要再呼吁一下大家 因为我真的太多 来找我运动的学生 都是想渐肥 可是这个很厌烦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厌烦 因为我都告诉他们 你想要健康的减重 你就还是要吃碳水化合物 就是淀粉 然后每个人来都说 教练 我晚上只吃烫芹菜 为什么我还没变瘦 你在烤箱有放一个烤的那个起司 在跑步你会更有力就 然后结束就是结束 结束很重要 我实在是觉得有点 本末倒置 不是 我应该是为了身材去运动 对 我就是 我的运动都是为了 活得更好 吃得更好 最重要就是说 知识不足的话 你不要说知识不足 在就业上困难 知识不足的话 连减肥都有困难 对 连减重都有困难 但是呢 我又很好奇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 两位金融妈妈 还有营养师所说的 他可以搭配一些东西 但是我要怎么去搭配 但是我要怎么去做 今天我不会做 我再怎么样想要去变化 也是白搭 他今天这个责任就是 在我们吴师傅身上 好的 金吴师傅来到我们现场呢 就希望他可以用鸡胸肉做个鸡饼 然后帮我做一个美味的料理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有信心吗 有有有 我对你也超有信心吗 不是吗 今天这道料理我觉得超难的 要兼顾健身者的爱好 要兼顾这个老饕的味蕾 你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带给大家一道 对 那我一样用的是鸡胸肉 那其实鸡胸肉为什么要去 大部分水煮都会很难吃 其实鸡胸肉它刚我们营养师有讲到 它根本没有其他什么油脂 包括多了一块这个 这大部分都会拿掉 对 因为鸡皮已经把它撕掉了 对 那其实它没有这种油脂的组织在里面 其实像好像一片那个牛肉一样 那个油花要够 它才会嫩才会好吃 对不对 那相对它完全是没有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很重要 温度的就很重要 温度很重要 其实蛋白质越高温 包括咸度越高 在烹调的时候 它的水分会一直往外卸 是 所以它就越紧实 就好像我们的烟菜一样的饮食 所以其实你在料理的过程里 譬如像这一锅水 这锅水我刚刚煮了意大利面 那你这个是已经 刚刚煮过意大利面的一个水 一个面粉水 你看它现在已经沸腾了 这时候我就会把它关掉 现在已经滚飞了 我就会把它关掉 那关掉之后我就利用这个面粉水 去浸泡我的鸡胸肉 是喔 用这样子 对 那这边是比较厚 对 比较厚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刮一刀过来了 那这边尾巴是比较薄 就像这样子一样 所以中心的中心温度跟什么 它直接过来 那这个面粉水 它里面已经有这个 杜然小麦的一个面粉质在里面 是 所以等于也帮你保温 然后有一些嫩度在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抓粉 抓什么就要放去哪 直接放到刚才煮意大利面的面水里面 对 等于是一举两得就对了 对 你就把它摇一摇 让它的温度平均 平均完之后 你就把它用泡的来一次就放 对 有点那样舒肥的做法 对 有点像舒肥的做法 那其实早期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不需要一直喇叹 他也要运动 肌肉也要很多 对不起 吴师傅 对不起 对不起 帮我把他抓紧一点 抓紧一点 我来 不是 我要抓紧吗 抓紧 那再来就是因为减重的人 其实通常都在鸡胸肉的控制 对 那他觉得他一定要吃到非常的清淡 我觉得在这个料理上 或者是减重的人 我觉得他非常辛苦 这样是对的吗 其实我们会建议说 整天的油脂摄取量至少有20% 就是你整个量 假设是2000的话 里面的热量有20% 是给油脂的就好 对 因为你吃得很低油也没有比较好 是的 你那么低油没有比较好 又吃得那么难受 所以我这样一餐的油量部分 我可以抓到大约 差不多在20cc左右的油量 一餐的左右的量 对 那是够的 是 所以你在这个部分 我就补油量进来 所以吴师傅刚才去跟营养师 这段对话 完全就是为了他今天的朋友 来做个背书就对了 打算要加这些 因为这个是 你是不是橄榄油 橄榄油 因为这个是通常在减重的人 或者是在做减重料理的一个迷思 是 他可能这个就低两滴 然后你会放多少油 所以我会放满多 你会放满多 就不一样 跟一般牛 你不要喜欢吃高油的东西 其实因为橄榄油 我之前因为去意大利 我发现意大利人很瘦 但他们吃油量很大 他们什么面包什么都放橄榄油 放很多 然后他们说 他们吃好的淀粉跟好的橄榄油 其实不会胖 所以意大利人真的都不胖 他们吃的量都很大 你看过所有意大利人都不胖吗 几乎都不胖 我很少看到胖子 你是不是都去看时装秀那些 没有 我真的还住乡校 我还住一个当地人的家住了 大概一阵子 是前男友吗 前男友是意大利人 不是 他是女的 他们的亲戚 对 前男友的亲戚 前男友的亲戚 对 是我干妈的亲戚 为什么 对啊 一直都黑 我这放橄榄油之后 阳光放进来 蒜头也把它放进来 蒜头也是切成末 对 你把它切成末 蒜头我已经就是把它稍微放一下 让它产生这个蒜头输出来 那我闻到香味了 对 香味就会很好 那其实我觉得 你减重的人 既然减重很辛苦 我希望说这道菜神仙之外 是这香味都会有 是 好香喔 来 这边已经有 有一点点还是 香气有了 然后有点辣度在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会把它拌一些在 意大利面里面 直接放上去 它是直接放上去 对 那你就是有两个香气在 这边搭面的地方 会有一点辣度在 那这边先 我把它保留着 是 先把火关掉 因为这面也是刚刚把它 煮好烫起来的 香喔 所以吴师傅 你这个面刚起来的时候 也是先拌过一点橄榄油 这边有拌一点点进来 也有先拌过 鸡脚 一点点都要算 你看 没有 他意思就是说 其实要 我意思是说就是 要拌才不会结块 人家有很多的 整个节目要合作做一个 就是健身爱好值 也可以享用的美食 对 因为其实 起司粉的部分就补在这边 比如起司粉 它本身 还是美国有点像起司 可以 健身可以吃起司的 那它的油脂的成分 其实是属于比较健康 然后还有很多短链的脂肪 那个是比较不会囤积在体内 而且会增加饱足感 你要想 你在烤箱 有放一个烤的那个起司 你在跑步 你会更用力就 然后结束 就自己 你真的有用力 有这样的激励作用以后 我是非常 那个驴子 对 如果你知道是干的鸡胸肉 你就跑之后 一想到就好累 但是以前讲这番话 我实在是觉得有点 本末倒置 我应该是为了身材去运动 你是为了吃更多去运动 对 我就是我的运动 都是为了活得更好 吃得更好 吃得更多吧 对 可是我们现在都会讲 所有你在减脂或运动过程里 如果你觉得那个饮食克制 让你很痛苦 其实它就会影响你的减脂 跟运动成效 因为你的压力荷尔蒙 会过高 压力荷尔蒙 也有这一层 你吃得不开心 就会有影响 就这个有放的辣椒对不对 对 干辣椒 我喜欢 这个点是干辣椒 也就是所谓公保已经爆好了 对 所以基本的香味跟甜味 你的洋葱你可以大量一点 因为洋葱 越大量的话 其实你的糖分 你就会去减少 那我这边也选了一个甜的地方 就是甜椒 甜椒 因为你可能在这一阵子的 绿色蔬菜 虽然要吃很多 可是你可能也看腻了 你可以搭配有颜色的东西进来 这样看起来也比较豐富的颜色 而且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说 在吃蔬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连绿色的蔬果都很少吃 更不太会去碰其他五颜六色 但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蔬果的部分 尽量五颜六色的蔬果都能吃 原因是它有很多植化素 那这些植化素 其实在对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帮助上 是非常的多元化 像这里面就会有叶黄素 或是茄红素在这个里面 那其实这都是 我们在从绿色蔬菜 或是你想吃一般的蛋白质 或是你想吃什么饭里面 会比较少吃得到的 但是有很多人 不管在健身房 你常常会听到一段对话说 吃什么长什么 还想吃鸡肉 就一定会长鸡肉 或者他要吃牛肉 或者是他要吃完全的瘦肉 那他们就是 永远就是有个keyword 就有个关键词 就是蛋白质 什么都要吃蛋白质 什么都吃蛋白质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营养师 我们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质 那我们要怎么吃 才可以长出 我们要的那些脂肪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吃 才可以长出 我们要的那些脂肪出来 OK 好 那首先对于说民众来讲 这是吃什么肉长肌肉 这个只能说对一半 我们会希望是你在长 想要长肌肉的时候 你有一个辅助 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碳水化物淀粉 像今天用的意大利面这个角色 它就是会帮助 从我们的内分泌里面 去帮助我们肌肉的成长更有效率 然后我们自己的恢复更好 那你也不用就是说 肉可能要吃得非常多 才可以堆出那个效果 那你现在这个 这我刚刚已经把火关掉 因为锅子是热的 所以我就下了酱油 包括糖还有黑胡椒粉 然后再来就是用一点水去煨它 因为我觉得在减重的料理面 其实你少了很多的这种勾芡的东西 其实水去煨 把这边的甜味把它煨出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你再来就关心一下 我们的这个鸡胸肉的部分 刚浸泡的这个鸡胸肉 那中间部分还是会有点冷 那其实在这种的肉食里面 外表的地方你越高温 它越容易产生就是干柴 它锁到里面的时候 你外面已经完蛋了 就不会好 所以你变成你就用低温泡的方式 让它慢慢产生那个熟成度 像这个就跟我一般水族 就不一样了 它感觉就好像还是很软很嫩 对 那再来就是像这个中心的位置里面 等下我们就会放到这个锅子 你看就中间这一块而已 对 这个你就可以变斜切片 你看斜切片它嫩度 你看它前面嫩度是这样子 对 真的看来就很嫩 用水的感觉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的方式 包括你也可以说你时间够的话 泡久一点点 温度把它抓好 你也可以当那个像吃牛排一样 对 慢慢煮的 这样子的部分我就会把它展开 那这边等一下我就绕一绕之后 就可以跟面组合 好 那我想问肌肉麻麻 像现在很多人去健身就是希望 可以高肌肉但是脂肪很低 到底要怎么练才可以练出这种高肌肉 但是脂肪也可以同时下降 是要做有氧做举重还是同时还是 其实我们理想的运动 我需要知道 我们的理想的运动 其实会分几个 就是大家常说的有氧运动 其实是训练心肺比较多 这是最基础的 不然你随便做一做运动 你就头晕想吐 你什么都不能做 可是我们在锻炼肌肉的时候 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肌肉训练的方式 然后再来很多人会忽略的是身体的柔软度 就像我们很多人去 比如说要做很多比如说深蹲的动作 但因为日常生活它都是弯腰驼背 所以它蹲下来整个就是我只有大腿摔 然后我只有膝盖前侧摔 它没有一定的柔软度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一刚开始我们都会诉求说 你不要去想着你一直做重训 因为我来太多的学生他一来就是 老师我想要上怎么样怎么样的身材 所以我是不是就要开始扛重量 我让他做徒手运动 体重的运动 他会觉得你没有重量 这样我会练出肌肉吗 可是其实一般大众根本就不需要练到这样 或是他只是要身体很肥而已 那你为什么要练成这样 因为我有比赛的目标 我想要当职业选手 是 金融妈妈的意见还是说 希望说可以循序渐进 一定要循序渐进的 不是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你不是说你想要练什么 你拿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 其实在练健美的 尤其是男性 因为他一来就觉得很帅 我一个男人做徒手运动上话 他就一定要扛杠 然后一定要加杠片就受伤了 感觉开始吃了 我们可以先运动一下吗 这样子就吃的时候刚好吸收 你可以教我一下吗 聪明 对不起 我是减肥 我要做我的老师 我要做什么运动就可以 就是可以同时 就是肌肉也可以受生殖 我们可以做一些 就是全身性运动为主 但是宇杰你可以 脱鞋子可以 你也是 脱衣服不行 鞋子可以 然后呢 然后因为你今天是穿裙子为主 所以我们先轻松一点点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很多人 在做运动的时候 一般来讲我就会想说 练屁股嘛 所以你要蹲位很漂亮 可是你就会发现 蹲其实没那么好蹲 很多人会蹲得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 好 单纯宽曲的动作 就是跟肩膀同宽 对 双脚打开跟肩膀一样宽 然后你先试着旋转你的骨盆 你很有旋转度 非常地好 然后你的脊椎会拉层 拉层 对 然后接着你想象 后面有一个墙壁 你要很性感的翘屁股 翘屁股 是很性感的翘屁股 想性感很难 对 你很性感的翘屁股 然后你还要发现 你的小腿不要往前太多 所以你可能小腿要再 那我可以宽一点吗 你可以宽一点 然后小腿维持不要动 只有屁股往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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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屁股往后 我流汗了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很流汗 我们试度在做的时候 其实你大腿后车会很紧绷 然后我们要慢慢地站起来 先练习这个动作 就够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要做几下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先擦一下好不好 对 对 你一刚开始的时候 要造成一些肌肉一定的压力 然后我们才可以 就是往下一个动作去走 而且你要习惯动作 所以一刚开始 我们会可能做二十个 你可以顺便把你的手伸出去 让你的背肌做一个伸展 而且你的手臂好漂亮喔 天哪 谢谢 好美喔 就是要偷懒 你要偷懒 学习当中的 其实我们的五秉城 我们可以做个二十个 二十次到三好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后来我就撒一点的 蹲下来的动作 膝盖对起你的脚尖 对 因为裙子的关系 有点限制住了 然后我们慢慢地站起来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 有一个伙伴 你就是可以 好 稳定一点点 对 记得启动的方式 你要先做出一个好的宽曲 然后屁股蹲下来 可以等到你习惯动作了以后 你再练习直接蹲的动作 好 那两位美女看过来 吃吃我们的公宝 我先吃好了 还是先吃好了 我们先来品尝一下 OK 谢谢 好 中饱嫩鸡意大利面 今天我们吴秉成师傅 专门为我们的健身运动爱好者 设计的一个师傅 是 没错 我们现在再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好的 你是不是我还没有说 开始品尝你就是已经在偷吃了 好棒棒棒棒棒棒棒的 真的不踩很嫩耶 鸡肉超嫩的耶 好吃耶 鸡妈妈你吃这些口感怎么样 师傅我要带你去比赛 可以啊可以啊 帮我们帮你备餐 对 备餐 那我租餐你要叫我运动 好 没问题 那两个节目上面已经打成立就好 我就开拍计划 我们三个就开家 我们自己开的就好 我可以加入吗 我可以加入吗 会员 会员 我帮你们开照 双食会员 好棒喔 鸡老师你是罕见的 第一次看到试吃的营养师里面 这样吃光了 把全部吃光了 你跟她的鸡肉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因为以鸡胸肉跟这样一个搭配 是我的心目中认为是在运动后 能够立刻吃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是最棒的 对 然后如果还有再多一份沙拉的话 那更完美 再多一份沙拉 对 为什么会特别调沙拉 是因为绿色蔬菜的关系 对 绿色蔬菜 其实在绿色蔬菜里面 大家会觉得说 它里面有个成分的东西 大家过往印象会觉得 它好像是不好 叫消散盐 那其实它在生菜沙拉里面 它是对我们身体 如果你摄取比较多的话 是对我们心血管功能是不错 有些耐力 很多耐力选手 其实他们在喝这个甜菜根汁里面 就是在摄取这个消散盐 甜菜根汁 就是红菜一罐 对不对 常常我们在一些健康食品 有进一样的食品店的时候都看 那一罐其实买的话也不便宜 不便宜 但是其实在很多绿色蔬菜里面 你吃沙拉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摄取得到了 但是除了知道什么可以吃之外 我们希望可以了解 一个运动的爱好者 运动员有哪些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 好 这只要看了真的是有看没有懂 我完全一样都不了解 好的 那这边会列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针对运动员 为什么 因为运动员要比赛 所以我们所谓的 运动禁药的一些规则 运动禁药 运动禁药 可是它不完全是完全真的 都是因为药物的关系 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就是最底下这两个 释迦跟黏脂的部分 它是因为说会有一些 它天然的成分 像是在释迦部分有一个去甲乌药碱 它会容易在做 你可以再讲慢点 去甲乌药碱 这是个地名吗 去甲乌药碱 有一点像是自然的一些 去甲乌药碱 对 有点像是中药里面 或者是植物里面 会有的特殊成分 是 但是它容易在 譬如说今天这个选手 得到冠军 在国际比赛得冠军 他就要抓去药碱 那药碱的时候 有可能就 有碰到这些东西 万一吃的量比较大 然后就会误判 对 会被误判 他会被误判 对 可能会有误判的问题 可能没有用禁药 可是它一些食物里面 它有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成分 就会被误判 所以类似像那个莲子 也会有另一个 是一个固醇类的也是 那通常这是量不要吃多 都通常是还没什么事 可是如果可以避免 没有很必要 一定要吃这种 尽量就避免 不避免掉脚 你来到时候有一些不必要的 不必要吗 对 好不容易拿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你练了半年一年 然后就这样子付诸流水 也很可惜 好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动物内脏 这个大家可能也看不太懂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动物内脏 一排切很多 一排切很多 对 那特别是像在肝的部分 肝很好吃 牛肝 猪肝 鸡肝 还有鱼肝都很好吃 但是大家也没有听过一个东西 叫瘦肉筋 那当然 这前几年食安炒得沸沸扬扬 没有错 那其实瘦肉筋 它这个成分也是我们的 运动禁药里面 直接就是在上面 所以内脏很多 它会趋集在肝脏比较多 对 那当然台湾有一些 就是有法规在管 就是说你不能够有残留 但是说真的有时候 还是会难免有一些 对 国际间有很多的运动员 很好的选手 可能就是在获得了这个名次之后 然后去要检的时候 就会被撤出来有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失格 因为是一项不必要的困扰 对 没有错 所以能够避免的时候 就尽量避免 如果你去职业运动员的话 对 那现在解释就是说 希望你不要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所以动物内脏也是一样 那第一样是生食 人家讲明白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吃生食 那这样日本人就不能参加比赛了 没有 他们这个问题是在于说 很多我们去旅外的选手 因为我们会照顾一些国手选手 或是身体不舒服 你马上就会影响到你这一次成绩 所以你也不用要剪了 你就直接比赛成绩都上不去了 这个更直接 原来刚刚的营养师生食观念 就是说怕你吃到 不安不干净的 造成你身体直接坏掉了 你连比赛都没有办法比赛 没有体力 对 就算你上出下来 你要勉强比 可是你没有办法拿出最好的成绩 也破除了我们一些迷思 难道你真的练运动练健美 就要每天吃鸡胸肉吗 不 难道你每天要吃 每顿吃得那么辛苦吗 不 所以说你一定要认识吴炳成 认识杨诚话 认识金热妈妈 他可以教你练得好 然后教你吃得对 然后可以带来美味的食物 希望大家每天在运动之前 运动过后 都会又开心然后又充实 真的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 然后你们也没办法认识她们 想要知道刚刚到底怎么煮 到底怎么见着好 你可以到我们明侦探女王的粉丝 然后按赞 并且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分享 那如果有很多的问题 或你想要知道的讯息 你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业询问 没错 我们一起加油来运动吧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谢谢